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2月27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是圣史若望宗徒纪念日 你是否能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 认出耶稣的印记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因爱而相信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二至八节 一周的第一天 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 玛利亚玛达勒纳跑去见西满伯多禄 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伯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了 两人一起跑 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 先来到了坟墓那里 他俯身看见放着的链布 却没有进去 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 进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链布 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焊金 不同链布放在一起 而另在一处卷着 那时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感谢天主的圣言 今天我们庆祝圣事若望 在教会传统中 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和耶稣的关系格外亲近 在最后晚餐 若望靠在耶稣胸膛前 仿佛想同理耶稣当时复杂的心情 在耶稣受难的过程 当其他门徒抛弃耶稣躲起来时 只有若望在十字架下 和圣母一起陪伴耶稣到底 对若望来说 耶稣不是求平安 求精彩生活的对象而已 相反的 耶稣是朋友 是亲人 是他灵魂的至爱 我们对耶稣的爱和若望比起来 会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 我们可以向若望学习 如何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福音说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一看见就相信了 他看见空坟墓 链布和整齐卷起来的旱金 然而 这些代表什么呢 若望虽不懂他的意义 经文却告诉我们 他相信了 他相信什么 他怎么会相信 也许在那一刹那 若望回忆起耶稣曾经跟自己很多接触 很多交谈 还有很多的奇迹和作为 很多时候 耶稣的作为和话语 并不是若望和门徒能够理解的 但若望记得 他透过他们 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耶稣的友谊和大能 如今看到眼前的记号 他虽仍不明白 但却仿佛能在其中认出耶稣的作风 换句话说 若望和耶稣相处久了 学会在一切事情中 认出耶稣的印记 也期待他的作为 让我们多花时间认识耶稣 好能在万事中 认出并期待耶稣的作为 请品尝圣言 那时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天 你是否把你的思想和感受 与耶稣分享 并询问他对每件事的看法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若望 谢谢你以单纯的爱去爱耶稣 教导我如何向耶稣表达我的爱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花时间认识耶稣 能在每件事上认出祂的作为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